《红酒德国》 翁锦默的红酒德国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,也是二战中的主要发动者。 1939年9月1日,德国陕基波拉,点燃了二战的导火索。 人们普贱认为,是德国调起了世界大战。 实际上,当时侵略波兰的国家,并非只有德国,其实还有一个国家,那就是苏联。 就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,苏联从东部向波兰发动进攻,和德国共同关分了波兰。 不过,对于这两个侵略者,人们习惯上指责德国,而故是苏联。 事实上,德国在欧洲兴风作浪到处侵略的时候,苏联也没有闲着,苏德战争前苏联侵略了多个国家,建立了所谓的东方战线。 那么苏德战争前,苏联侵略了多少个国家? 下面,我们就来盘点下。 波兰 1939年9月17日,苏联出动110万军队,全面进攻波兰,和德国光分了波兰。 苏联占领了波兰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让国际现象系推进了200至300公里,到达增加了国家战略纵深。 苏联将这些土地划入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,一直暴战到现在,立陶瓦、爱沙尼亚、拉脱雷亚。 1939年,苏联敞破三国签订双边互助条约,在三国建立了军事基地。 1940年,苏联干脆直接占领了三国,并将很多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巴克斯坦。 吞并三国后,苏联领土面积增加17.4万平方公里土地,人口增加586万,或数肥沃的波罗的海东。 暗几乎全被苏联占领。 芬兰 1939年10月,苏联向芬兰提出交换或租借领土的要求,结果遭到芬兰的拒绝。 很快,卯修成怒的芬兰撕毁,苏芬互不侵犯条约,主动数十万军队向芬兰发动全面进攻。 战争持续了四个月,由于苏联军队伤亡惨重,加少英巴等西方国家的威胁。 所以,苏联和芬兰进行和谈,两国签订停战协定。 按照协定,芬兰割让了卡雷尼亚,雷巴奇半岛等战略要地,大大增加了苏联委宪的战略纵深。 罗马尼亚 1940年6月,苏联向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,要求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地区归还苏联,并割占北部科维纳地区作为补偿。 对于苏联的无理要求,罗马尼亚自然言辞拒绝,拒不割让土地。 既然罗马尼亚不给,那苏联就只能抢了。 很快,苏联出动军队,直接占领了这些土地,并向罗马尼亚要武扬威。 对于苏联的野蛮行径,罗马尼亚自制无力抵抗,因此求助于德国。 德国得知消息后,勃然大怒,因为北部科维纳地区,是罗马尼亚石油运往德国的必经之路,而德国大部分石油都来自罗马尼亚。 苏联的侵略行为,对德国产生了严重的威胁,直接损害了德国的利益。 苏联侵略罗马尼亚,因此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二战爆发后,德国在欧洲兴奋作梦的同时,苏联人趁火打劫,大肆侵吞邻国土地,通过一系列侵略行动,苏联建立。 那所谓的东方战线,侵吞了西部邻国46.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和两千多万人口。 和德国一样,苏联也是个强盗,而且是个非常野蛮的强盗。 参考资料,二战史,全球通识,苏联领土扩张研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